又到了了解上周金融市场动态的时刻了 与我联系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威尔克万伯克斯特尔 加拿大洋行将利率上调至1.25% 加拿大是否能够掌控住局面 其邻居的新政策推行 是否有影响到此次利率调整 加拿大经济健康增长 劳动力市场表现不错 但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方面 存在不确定性 市场担心如果协议无法拟定 美国方面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这会对加拿大的出口造成极大的影响 州内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 将再次举行会晤讨论多边贸易协定 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 中国近七年的经济增速首次出现回升 这是否是受工业生产增长的推动呢 是的 我相信是强势的工业生产 驱动了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回暖 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转变 这其中也存在风险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本地化生产 这将有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 很多人也有担心中国经济的前景 因为其银行借贷总额 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的水平 这很有可能会威胁到账户平衡 如果工业生产大幅下跌 同时央行加息 政府减少对经济刺激的话 银行坏账可能会带来严重影响 不过中国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依靠自己的十数亿人口来促进内需 试图将经济模式从出口驱动型 转向靠内需驱动 加大国内基础设施投资 发展旅游业和境内贸易 不过这些措施是否足够以替代出口 对经济的驱动还存在有疑问 上周美国政府潜在的停摆 致使美元下跌 这是否是美元下跌背后的唯一原因呢 可能是这样的 对美国政府停摆的担忧 一度让美元下跌 但我认为他们将能够再次找到解决方案 还有加拿大加息也使得加元对美元升值 但波动不是很大 因此这并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影响 我认为随着新一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开展 以及贸易利率变动 将能够给未来的商业前景定下基调 威尔克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